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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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呢是一個非常冷的天氣 然後呢我們 來到了陽明山要尋找一個 非常少人知道的一個 溫泉今天呢請到 這個激南 登登 激南出任務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去復原 這個溫泉 因為這邊是一個非常原始的地方 我們要自己去 挖一個溫泉 然後自己在那邊舒舒服服的泡溫泉 然後來煮我們的火鍋 煮我們的火鍋 然後呢今天有 橘子 小鄉 這邊就是一個路口 大家想必大家一定 不知道這邊是哪裡 沒關係 那就跟著我們的腳步來看看好不好 走 今天有點潮濕 然後這邊有點斜 說真的這邊真的是 就是 雖然有看出來路徑 但是從外面真的感覺不出 這是一個可以 走的地方 雖然那時候為什麼你會 想去北海道撿一台空拍機 啊你這樣子機票錢 怎麼會有啊 這樣子 全部都是對方出的 對方出就是 你真的撿到 然後機票 算是我的任務就是 去撿回這台空拍機的示意給他 然後要救回裡面的檔案 然後他能支援我的呢 就是讓我去北海道四天 三夜這樣子 對 其實說真的也是還蠻爽的 對啊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 你那個GPS 那麼飄渺不定 你到底是什麼 這麼好的眼力 可以發現那台空拍機啊 我覺得是因為我平常 我在做昆蟲微距的攝影 所以我在登山或是 一些戶外健行的時候 我的眼睛的雷達會比 一般人還要再來得特別敏銳一點點 OK 目前為止 日本的那一台是 算最艱辛的 最艱辛的 對 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範圍有點太大了 對 然後人生地不熟的 也無從求救這樣 就只能拿著自己的一把小 小刀子 而且那整個山面還是都很斜的 對啊 很斜 誇張欸 所以重點就是GPS 都一直亂飄 對啊 GPS真的跑來跑去 它喵喵不定 而且那時候只有Google 可以定位而已 因為網路又不好 好 那你現在目前撿回幾台了 目前撿回五台了 希望你可以把這台掌上去 欸欸 欸 不是不是 就是 你怎麼走這條 他好像小子在下 對啊 而且你叫得很 很小聲欸 因為他的 他的動作是 一直 一直 很多 不是 你為什麼會下去 我不知道 來 你先幫你拿下 他踩到這個縫 沒有 他也沒有尖叫一下 讓大家知道 很成功 我覺得超荒謬的 我覺得超荒謬的 靜著滑下去 真的 傻眼 哈哈 你休想 可見一個 平凡無奇的 一條路徑 也是埋伏得很多危險的啊 很好的註解 找一找 後面的人就是壞事 對 欸欸欸欸欸欸 對 一聲尖叫的沒有 這被大自然吃掉的感覺 有些補充 腳這樣 然後就 就消失了 就跑路上就消失了 欸 這邊嗎 說著說著就來到了 你怎麼知道啊 一個洽入口啦 你開的嗎 就是記得這兩根樹的中間 我覺得我剛剛那一條 那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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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吸水聲囉 開始要下切了 喔有 聞到一點 硫磺味 快到了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看到了 看到囉 什麼 沒人耶 今天包廠啦 這個溫泉 太棒了 走了大概20分鐘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 佈置我們的 露天溫泉啦 這一池溫泉呢 大概 可能 才35度 然後它底下有個 泳泉 很特別 很像免治馬桶 雞難說的 那我們現在呢 要把那個邊緣呢 把它弄得更密 然後讓你外面的 汽水 不會滲進去 讓溫度變得更高 好現在來拿鏟子來弄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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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西南大廚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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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 最簡單的泡麵 但是呢在不一樣的環境裡面 有不一樣的風味 這是我們剛剛弄的平台 小桌子是我們的客廳 對 然後就在我們的溫泉旁邊 哇 邊吃溫泉 不不不 邊吃泡麵 邊吃泡麵 邊泡火鍋 很爽耶 會開心的 好啦 我們煮的東西也差不多 都起鍋了 然後雖然是一個蠻簡單的料理 加一些肉 蘿蔔 豆皮 豆腐 但是感覺非常的幸福 因為在這種地方 氣氛就是不一樣 吃飽喝煮了 然後呢 現在呢 要 來到激南的 手作時間 現在要 來我們的溫泉區 吞雲吐霧一下 等一下用一些 看似無關緊要的小垃圾 去進山的時候 進一進就可以 突然想要的話就可以來一下 深深的岔入 但會稍微的修飾一下 走出來了 我們可以插到最底 這是我們的進風口 也還好 沒錯 瓶蓋大小 快要完成啦 利用一些小小廢棋壺做成的 QQ水煙壺 這是做了一些簡單的吸管 跟一些鋁罐寶特瓶 做出了一個疏通空氣的裝置 等一下最後再加上我們的小煙草 我用它就多長亮 吃這個量我還沒有很會抓到一次要弄多多 再讓熱氣進去 他要把熱氣透過吸的這個動作往下噴 對就是炭 然後燒到四角通紅就可以了 自製水煙壺 QQ水煙壺 耶 謝謝